各位网友大家好 幾天之前那集的三元視野 我和我的拍檔Meta 用了很多時間 講日本脫離負利率政策這件事 我相信很多人有一個直覺的反應 其實關我什麼事 我又不買日股 我又沒有想著去日本旅行 所以我又不在乎日元是升值還是貶值 我亦沒有想著去炒日元 所以這件事我不需要理 在這個影片我想跟大家講講 其實日本脫離負利率政策 對全球金融市場的影響 其實是可以很巨大的 可以掀起千尺浪 如果不是的話 去年的IMF和ECB 都有分別地兩篇短短的文章 寫這件事 所以對全球金融市場的影響 事實上不容忽視 在這個影片想跟大家講講這件事 首先講回整個日本的貨幣政策 詳細我就不講了 因為在三元視野 我都講了不同階段 有什麼特色 和其他的印錢有什麼不同 我不重複了 如果大家真的對日本的貨幣政策 很有興趣的話 我強烈推薦大家看一看這份 paper 就是由 Asia Development Bank發表的 當中他講了過去二十幾年來 日本貨幣政策經歷了不同的階段 有什麼特色 結果如何 全部都在這份 paper 上了 簡單來說 日本央行在2001年開始已經印錢 所以一直印印了二十幾年 不斷印而且力度越來越大 印了這麼多錢 你說他做什麼呢 當然在市場裡面掃貨 最主要掃日本的國債 JGB 除此之外 在三元視野我都講過了 他都會掃貨幣政策 會掃日股 會掃貨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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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最主要都是買日本的國債 你說買到一個什麼程度呢 我都給大家看看 直至到2023年底 全日本的國債 它是佔了54%的 差不多 你說54%的日本國債 其實有多少呢 如果你看一下 整個JGB的市場 大約是1000個trillion的日元 即是1000萬億日元 你說折合用今天的兌換率 大約是6.7個trillion的USD 這個是整個JGB 即是日本國債的market size 如果是大約54%的話 就等於540個trillion的日元 所以其實它在這麼多年裡面 印了很多錢 於是乎就買了很多日本的國債 所以第一個問題就是 究竟印了那些錢 其實去了哪裡呢 因為你想想 原本如果你是日本的投資者的話 你就保持著日本的國債 收息 現在日本央行就不斷印錢出來 引你搶你的日本國債 很多投資者就說 OK 你要嘛 我賣給你 於是乎就賣了給日本央行 於是乎日本央行就好像正說那幅圖 保持著很多日本的國債 日本的投資者換來一大堆的日元 剛才說過了 那大堆就去到540個trillion 就是540萬億的日元 你想想如果有540萬億的日元 變了銀子的話 我相信不知道你 要不需要找一個足球場才可以 擺到所有錢呢 那有這麼多錢 去了哪裡呢 其實呢 在過去這麼多年裡面 日本的投資者 是很多用這些 就是在日本央行印給他們的錢 就買了其他國家的國債 而IMF都有一個報告 裡面有兩個圖 是很值得大家去看一看的 左邊的圖就是這麼多年來 日本不同種類的投資者 他買外國國債的程度是多少呢 那就是左邊的圖 而右邊的圖就是在2022年底 究竟日本的投資者 總共擁有多少的外國國債呢 你看到最厲害就是美國了 我想很多人都知道 美國國債最大的外國投資者 第一位就不是中國 是日本 而數量是接近1萬億的美元 除此之外 他也買了幾大量的美國公司債 而其他國家的數量都不用的 歐洲很多不同的國家 澳洲也有 除此之外 你看馬來西亞 美西哥 印度尼西亞 中國 所以 無論是Advanced economy 或者Emerging economy 的國債 他也有買的 而更加重要的是 DOT 你看到其實它買債的程度 佔那個國家的國債整體多少% 有些是非常厲害的 譬如你看Ireland 它是佔差不多16%的 澳洲都十幾% Netherlands就超過10% 那有些呢 譬如馬來西亞都4-5% 所以日本的投資者 是買了很大量外國的國債 好了問題就是 如果現在日本的息差一路收窄 或者它突然間收窄得很厲害的時候 很多日本的投資者現在 擁有很多外國國債 對不對 那它就可能回潮 將這些錢回籠 就賣了一些外國的國債 然後買回日本國債的話 那這件事呢 那個浪呢 就會可能很大了 可能對一些譬如說 歐洲啊 一些發達的國家呢 影響未必那麼大 因為那個市場比較成熟 但是對於一些Emerging market 那一天呢 突然間有這麼大量的交易拋售的話 就會對市場造成很大的衝擊 那所以這件事呢 第一件事大家需要留意了 就是那些錢 怎樣去回籠回日本呢 那這個是第一個的問題 而這一個呢 也是IMF 以及ECB 在它的Financial Stability Review 去年呢 都有寫到這件事 所以它覺得 一個很smooth的transition 是非常重要 如果有些什麼 即是突然間的浪 令到整個balance 是出現了問題的話 事實上呢 可以對整個bond market 以及國際的金融市場 引起很大的動盪 那這個呢 就是日本那些錢 出去買外國的國債 而另外一方法呢 就是將一些多餘的錢 即日元呢 直接就借給外國的公司 又或者外國的政府都有的 而借錢出去的方法呢 就五花八門 林林總總 那我就講其中一個例子 我不知道大家呢 各位網民 有沒有聽過一件事呢 叫Samurai Bond 很簡單來說呢 就是一些外國 不論是公司也好 或者國家也好 他就向日本人發一些日元的債券 整件事的風險在哪裡呢 就是如果日元是很穩定的話 那就沒有問題 因為那些借錢的人都預料了 那個息口是這麼多 但是一旦如果日元突然間急升的話呢 借了日元的錢的人呢 就很大問題了 特別一些發展中的國家 你知道一向他已經沒什麼錢的嘛 如果突然間 你的日元急升得很厲害 好了 到債到期的時候 他要還回日元 因為整件事是用日元計算的嘛 那於是乎呢 他還錢那個的cost呢 就高了很多了 因為他原本沒有日元的嘛 他要買回日元 來還回日本的投資者 在這樣的環境之下呢 如果日元是突然間有很大波動的話呢 也都會引起很多這些 即是發了Samurai Bond的Emerging Market 例如Tenya也有啦 Egypt也有啦 甚至乎盧旺達都有 那所以呢 這些國家如果他借了日元回來 而日元急升的話呢 對他的還錢能力就很大影響了 如果突然間 他還不起那些錢呢 那就不只是發了Samurai Bonds 那些Emerging Markets有問題 是整個新興市場的融資環境 都會間接受到影響的 那所以呢 如果日本的央行處理得不好的話呢 其實是很容易激起一些幾大的浪呢 對整個全球金融市場都有影響 就不只是說 大家去日本去旅行 或者貴了 或者日股是會升還是跌 那這件事呢 大家是值得留意的 那起碼 給另一個角度去大家了解整件事 究竟 日本脫離負利率政策 有些什麼影響了 那今天就講到這裡 希望下次跟大家講過不同的話題了 再見 拜拜